二眉无王月看着一直保持沉默的练刺十分意外 这不像是小练刺的性格呀 按照练刺的习惯 他应该是大喊大叫的 说什么医护好不容易拼到这里了 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医护给赶回去呢 可是出乎王月意料的是 练刺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安静地看着远方 练刺明显也注意到了 这一次医护不管多平面都没有用 因为王月作为斩破刀的发明人 是最有发言权的一个 所有的死神全部都被授予前打 经过磨练以后 将前打变成自己的斩破刀 这是死神与斩破刀关系的根源 任何人都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 无论是普通队士 还是队长及死神 无论是零番队的大佬 还是那个从死神尸体上夺取前打的根木剑巴 都一直遵循着这个失魂界的唯一整理 放眼整个失魂界 不用前打就让自己斩破刀觉醒的死神 一个也没有 所以医护在失魂界就是一个彻底的异类 他必须仔细了解自己的灵魂所在 才有可能继续走下去 医护和医心相对而立 医心为医护讲起了一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的失魂界还是充满活力的 两个小死神一边走 一边呼唤自家队长 可是那个不靠谱的队长 整天神出鬼没的 完全见不到影子 还好松本乱局及时出现了 作为石番队的副队长 找队长是他的本职工作 现在他每天的任务 就是找自家队长的麻烦 因此刚在大树上发现了自家队长的身影后 乱局就一托盘砸了过去 然后一个男子就从树上跌了下来 真是好险啊 还好自己最后时刻抓住了托盘了 然而听到自己队长这样说 乱局就直接一脚插着托盘踩了过去 让他可怜的队长的鼻子 都快被踩得骨折了 我英俊的挺拔的鼻子和脸呢 可他的哀嚎并没有换回乱局的同情 他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 连看都不看自家队长一眼 而这个又倒霉又没有地位的队长 就是智博一心 当时的石番队队长 不过乱局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这个智博队长为人十分不靠谱 他整天到处乱跑 根本不会老老实实地待在队里工作 真是把智博家的脸都丢光了 但这话一心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他一脸戏谑地看着乱局的背影 你现在把我家的事情搬出来说 不就是想让我好好工作吗 这样就能减少你身上的工作了 乱局你不乖哦 这一点小算盘 因为你家队长我看不懂吗 说着说着 一心突然神情变得十分委屈 哼哼唧唧地装可怜 只要不工作 让他干啥都行啊 此时乱局是窘部的满头大汉 他才不想承认这些都是真的呢 可就在听得心虚的时候 一心突然正式地跟乱局说道 拜四处寻找我之词 现在你的胸部闪闪发亮的 真是棒透了呀 然后耗色的一心就如愿以偿 被乱局一顿暴揍 这就是当时石番队的日常状态了 等一心拖着一张鼻青脸肿的脸 出来处理事务的时候 正好遇见天才少年日番谷东侍郎 他当时是石番队第三期 一心和乱局拖欠的工作 他都帮着处理完了 一心高兴极了 他开心地把小白抱了起来举高高 真是一个好孩子 不愧是下一任队长呀 结果听到这句话后 乱局不爽了 喂喂喂 按照阶级来说 次任队长是我才对呀 结果一心听到这话立马吐槽 就你这样不着调的还当队长 那整个队伍都要遭殃呀 而此时小白也接着不到 自己的万解修炼已经卓有成效 当下任队长 不会有问题的 于是乱局就这样被排挤了 可怜的大美女乱局呀 看起来这辈子都是副队长了 不过乱局也不在意 至少他现在还可以欺负一下小白 眼看乱局和小白正在玩闹 一心突然问起小白 自己藏好的包子到哪去了 可小白却回答 自己有一件在意的事情想要报告 说着就拿出了一份伤亡报告 然而搞笑的一心还是纠结包子的事 这让小白不禁吐槽 包子什么的根本不重要呀 他最后才终于承认 包子被自己给吃了 一心心塞了 果然是你吃的呀 干嘛要打魂过去呢 你真的是个坏人 一心随后才认真听取了小白的报告 原来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队里已经有两名死神 先后因为不明原因身亡了 小白觉得事有蹊跷 因此才向一心提起了这件事 而小白话音未落 一心就直接低着头冲了出去 他摆摆手说 自己要去调查 后天左右才回来 然后转身就跑得没影子了 乱局眼急手快 想赶紧跟上去 可小白就在后面叫住了他 队长竟然这么坚决地自己离开 就说明这次任务肯定很危险 所以才一个人去 现在我们的实力还远远不够 就算去了 也是给队长当累赘呀 而与此同时 试完银 东仙耀和蓝染 正在进行死神虚化研究 他们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 让死神虚化的这种力量 一般死神对视是没办法承受的 不过蓝染并不在意 他现在已经快要找到 瓶子真子他们的下落了 只要把他们揪出来后 同时进行虚化实验 不就可以一尸二鸟了吗 耐心点吧 银 药 一切皆已于无等掌心之上 只能说蓝染是真的霸气又自信呢 夜晚的明目是 云层突然变得越来越浓密 总让人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两个死神心里感觉没底 之前那两个意外死亡的死神 死的时候好像就在大雨天呢 这一话不说还好 一说两个死神都害怕了 而怕什么就来什么 就在两个死神战战兢兢的时候 一个身影就逐渐浮现在了半空中 与此同时 在空座厅的一个豪宅里 一贵妇正在追问浸身中的黑棋真笑 最近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了 可真笑听到这话好 立马就把食物塞满了嘴巴 她一边打哈哈 一边顾左右而言她 阿姨 我每天都精神满满的上学呢 最近学校的高历菜什么的 可以免费去咯 可这贵妇一点也不含糊 紧紧盯着真笑 够了 那么圣殿的情况又如何了 这一下真笑没办法躲过了 只好红着脸回答 勉勉强强的还好吧 结果这话一下就让贵妇炸了锅 她气得拍桌子瞪眼 什么叫勉勉强强 你搞清楚自己立场没有 祖先过世一无兄弟 作为黑棋家唯一的血脉 你可是依靠同微灭绝师的亲友 抚养长大的 真笑尴尬了 她只好立马道歉 回答自己知道 并且还说肉很好吃 看着她这副油烟不尽的样子 贵妇还想再说上几句 可突然一个戴着眼睛的帅哥 从外面走了进来 她竟然是石田龙贤 看到儿子来后 贵妇也不好再说什么 于是索性就离开了 在母亲离开后 龙贤才敢跟真笑道歉 毕竟她母亲对真笑这样的态度恶劣 是因为她父亲常年在外修炼 而冷落了母亲 让母亲总是忍不住拿真笑撒气 而一听到龙贤这么说 真笑瞬间露出了大大咧咧的神枪 你说什么呢小龙 说什么原谅啊 我没有生气和在意呢 再说 这种事情也不用小龙在意吧 真笑随后就表示 自己吃饱要先回房了 可临走之前 她顺手撩了龙贤一下 今天的居烤名箱很不错哦 小龙吃不下的话 我帮你吃也没问题呢 少女名利的脸庞 突然凑进了龙贤的脸 让龙贤被撩的 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好了 直到真笑走了 她还久久地愣在原地 直到她家女仆片桶走过来 告诉她晚餐已经准备好了后 龙贤才回过神来 可她随后叫住了片桶 你说 她知道真笑吗 知道母亲之所以将她迎进家门 就只是为了守护 灭雀师十天家的纯净血统 此时片桶面上 似乎带着点哀伤 她告诉龙贤 这一切真笑应该是知道的 即便大家都没说过 但真笑并不是一个傻白甜 她肯定已经感觉到了一切 片桶的话让龙贤再次陷入了沉思 既然真笑什么都知道 那她会不会因为 要跟自己结婚而感到喜悦呢 龙贤认为 灭雀师的婚姻中 感到喜悦是必须的呀 龙贤的话让片桶触动了 她最后低着头轻声说着 少爷真温柔啊 有了少爷的温柔 真笑小姐肯定会感到开心的 片桶的神情有点言不由衷 但龙贤听到后 一时间有点不好意思了 她可从来没觉得自己温柔啊 龙贤想让真笑开心起来 如果婚姻都不能给人带来快乐的话 那么以后该如何面对未来呢 而这个未来不是龙贤自己的 是灭雀师的 天空终于还是下起了雨 明目视的两个死神心里都开始打退堂鼓 他们想回失魂界躲一躲 可是又没有胆子 两人要是就这么回去了 非得被失魂界计大过不可 好在这时候 黑奇一心突然赶到 这下天塌了 总算有队长顶着了 一心让两个死神下属可以离开了 但他们现在就觉得 先躲着看看情况比较好 一心在默默地等待着 他不知道对那两个死神下属的人的目标 真的是死神 还是说高灵压者都会成为他的目标 因此为了将其引出来 一心索性直接提升起全身的灵压 而随后 一心突然感觉背后多了一个东西 他回头一看 发现是一只浑身漆黑的牛头须 他胸前的须洞好像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看起来非常诡异 可虽然没见过这样的须 但是一心已经可以肯定 伤害那两枚死神的 就是这只须了 牛头须随后转眼就冲了上来 此时感到意外的不止是一心 在监控室里的试丸银 东仙耀和蓝染 也感觉很奇怪 石番队的队长怎么会在现场呢 没有接到任何相关报告呢 这样不会出事吧 不过看到一心在现场 蓝染倒是十分开心 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意外收获呀 他甚至有一种冲动 就是将制播一心 也加入他的研究对象当中 与此同时 在石田家大宅子里 真笑也突然感觉到了异常 他来不及细想 转身就打钻往外跑 但是还没出门就被龙贤叫住了 他让真笑还是死心吧 他们灭血师只要在死神死后出动就可以了 而且就算那时候 出击也只需要交给片童 他们这种混血灭血师去做 龙贤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诉真笑 你应该懂的 你必须更加珍惜自己 纯血灭血师身骄肉贵 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才行 可看着龙贤有点冷酷的眼神 真笑还是不太同意 在夜晚的大雨中 制播一心那边的战况居然处于了劣势 由头绪的攻击速度和反应能力堪称一绝 他虽然外表是虚 可战斗技巧却与死神十分相似 一心甚至觉得 自己此刻正在与死神对战 这一点十分棘手 而就在一心跟大区对战的时候 突然有个死神跑过来 急急地呼唤他的名字 世博队长 你怎么会在工作厅呢 这里是十三番队管辖的呀 此时一心突然意识到 自己逾越辖区了 可他还没来得及回答 牛头绪就朝着那个问话的死神扑了过去 他张开锯口喷出一道虚闪 一心意识到不好 赶紧让死神快跑 然而已经来不及了 一道剧烈的闪光瞬间滑破夜空 在房间里和龙贤张持的真孝突然忍不住了 他也来不及跟龙贤说话 扭头就跑了出去 真孝的内心中很清楚龙贤对自己的担心 作为阿姨的儿子 龙贤对灭雀师或者未来的什么事情 都是谋定而后动 这确实是一个很棒的优点 可是这一点真孝做不到呀 对他来说 就是今日是今日必 如果今天因为循规蹈矩而见死不救 那明天该如何面对自己呢 自己和龙贤终究是两路人呢 在真孝走后 龙贤在后面站了许久 一向冷静的他 也终于吩咐片头去准备灵子冰装 喜欢上了真孝 他就不可能让真孝孤身犯陷 直播一心看着刚才滑过夜空的闪电 十分诧异 那就是传说中的虚闪吗 他有点不敢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虚 虚闪是大虚才有的战斗方式 难道今天自己遇到硬茬子了吗 一心举起斩破刀 狠狠砍向牛头须 他觉得如果面前这头须真的是大虚 那他不可能在现实横行霸道 却不被失魂界察觉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有人在帮他打掩护 到底是谁在幕后操纵这一切呢 不过一心也不会天真的以为 能从牛头须嘴里问出半句话 他今天已经铁了心地要把它干掉了 一心解放了斩破刀 顿时一股强大的力量猛地向大虚砸去 一时间鲜血飞溅 可这血并不是牛头须 智博一心不敢相信 有人居然在背后捅了自己一刀 此时三个身披斗篷的人如鬼魅一般漂浮在空中 正站在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 一个戴眼镜的家伙 正饶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切 这人明显就是懒然呀 我是黑白 下期见